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 就是阿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 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 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 就在作夜集备你 《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二节》 《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二节》 雅各对他的外父拉班说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 就是阿伯拉罕的神帮助我 你如今必打发我空手而去 《创世纪三十一章》记载 雅各和外父拉班的对质 雅各曾经服侍拉班二十年 因为他要娶他两个太太 服侍了他十四年 后来他的小孩若失出世的时候 因为那些羊再服侍拉班六年 在古代一个劳博为他的主人工作 劳博的家人是属于主人的 是带不走的 雅各一直打工那么久 其实他没有什么积蓄 没有什么产业 要他回到家南地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再加上他的外父 即是他的老板拉班那么刻薄 其实要他重返家南地 是超级困难 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如果不是神的帮助 雅各是没有办法回到家 可能他要一世为拉班去看阳 但在我们上一集都提过 在伯特利 是神应许雅各一切的祝福 一切的带领 所以神的恩典一直与雅各同在 虽然拉班那么刻薄 但是他很多害他 很多刻薄他 想着对他不好的地方 反而成为雅各的祝福 雅各为拉班看羊 本来有人工就是那些羊 会给他的 但是拉班黑薄到 将那些赤货给他 就是那些有斑有文 黑羊毛 甚至有杂色的羊 这些当时是那些赤货 全部塞给他 但是因为神的应许 祝福 这些赤货越来越多 本来是赤货 反而令到雅各越来越有钱 在我生命里面 可能都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可能我们心里面觉得不公义 可能心里面觉得不公平 不公道 顶姊妹 当我们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 保罗都曾经说 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神是主持公义的神 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我们对神的信心 是反映在我们 如何面对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信不信得过神 会主持公道 仍然带领保守 恶人得到报应 义人得到赏赐 这些是神的伸冤 我们相信神在祂的时间 必定做祂公义的事 另外 雅各给神祝福 不是因为他道德有什么感动 性格十全十美 相反 雅各本来是一个很搞围的人 当他做爸爸的时候又偏心 所以其实 他是一个不是十全十美 甚至在我们世人的眼里 真是不一样的人 但很奇怪 神一样的祝福 当我们看回自己的生命里面 当我们清楚面对自己的真实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自己生命里面 有很多脱漏 很多的缺点 很多的亏欠 但神一样的简算我们 一样的爱我们 一样与我们同在 所以今天 让我们思考这方面 我们纪念这方面的时候 你是否 因为神对你和我的恩典 而发出感恩 好像诗篇103篇里面说 你要清重耶和华 不要忘记他的恩惠 当我们越感恩 就越多恩可感 当我们越不感恩 就越无恩可感 或者感恩 多谢神的恩典 是我们宿灵生命里面 一个很大很大的操练 就让我们每一天 恩着不同的事情 无论好的 不好的 我们都要学习 常存感恩 以至我们生命里面 得着更大的喜乐 祝福大家